很多人都认为不管是男女,一旦进入60岁,就不需要再进行夫妻生活,却不知道男女在60岁后,如果还存在着欲望,是可以跟正常人一样进行夫妻生活的。 只是60岁后的老年夫妻,会因为身体机能各方面的下降,而让自己的动作比较迟缓,所以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技巧,提高夫妻生活质量。 变心是本能,忠诚是选择,很开心你能来,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1.60岁的夫妻应该怎么样过夫妻生活,多久一次比较合适。 1.60岁的老年夫妻生活技巧。 0.1多说说情话。 对于60岁的老年人来说,多说情话调情比实质性的夫妻生活,更容易得到满足和兴奋,在进行夫妻生活前。 如果多说一些情话能够烘托气氛,让彼此能够快速提高欲望。 2.选择夫妻生活的时间。 一般来说,60岁的老年夫妻,要进行夫妻生活可以选择在早晨,在经过一整夜的休息后,会让自己身体的精力恢复。 在早上是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在早上醒来后,进行夫妻生活能够得到高潮。 3.多爱辅伴侣。 由于在进入60岁后男性以及女性的动作,都会比较迟缓。 这个时候男性可以多爱辅伴侣,在进入老年后,女性的欲望唤起会比较慢。 所以男性多爱辅伴侣,能够让女性的欲望快速提高,而且多爱辅伴侣能够让伴侣受到刺激的同时,也让男性有感官上的刺激,从而让彼此的欲望被激发。 2.60岁的老年夫妻每周的夫妻生活次数是多少。 由于老年夫妻身体机能的下降,以及动作的迟缓,他们不能像年轻人一样过多频繁地进行夫妻生活,所以要以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为准。 一般在60至65岁的老年夫妻,每两周进行一次夫妻生活是比较好的。 如果自己在进行夫妻生活后,身体不会有任何不适,并且能够得到很好的满足,就说明这个夫妻生活频率是适合自己的。 夫妻两人在进入60岁以后,如果想要进行夫妻生活,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适当地进行夫妻生活。 只是男性要特别注意,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避免让自己的身体过于激烈而出现问题。 二、女生年龄越大,越需要男人滋养。 女性年龄一年比一年增长。 缺少男性的弊端就越凸显。 无论是年轻时的情侣,还是老来同伴都不可或缺。 年轻时的情侣专注于一起努力奋斗,而老来同伴专注于陪伴和帮助。 女人年龄变大,如果缺少男人滋养,会出现以下问题。 第一,皮肤会变差。 女人需要被爱情滋润。 只有当她们被爱情滋润时,她们的皮肤才会闪亮光滑。 幸福的女人就像花朵。 然而,爱情不能自己自足。 只有和男人在一起,才会衍生出爱情。 女人如果长期缺男人,皮肤会粗糙憔悴。 内分泌失调,外在皮肤会明显不好。 第二,父母会担心。 当一个女人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恋爱就不是个人的事了,而是一个大家庭的事。 尤其是女人的父母会担心。 如果一个女人迟迟不结婚,那就成了长久的问题,父母也会越来越担心。 第三,生育能力将会丧失。 如果一个女人被允许单身,她潜在的母爱将无处安放,她将没有孩子能够陪伴她度过余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生育能力也会丧失。 女人需要遵循自然规律,敬畏自然规律。 男女组成幸福的家庭是长久之计。 这个家庭既不是阴盛阳衰,也不是阳盛阴衰,而是阴阳和谐。 如果女性陷入长期缺难的境地,女性的生活也会不尽如人意。 三,女人到了六十,一旦动情,会有什么表现? 人到老年,年华逝去,皱纹爬上了曾经光润的面颊。 青丝已然变成了满头白发,人也渐渐迈入了垂暮的人生阶段, 但感情这种永恒存在于内心当中的东西, 却依旧保有属于它的温度与新鲜的面目。 当然,这个阶段的爱情已经变了一种内置,不再只渴望激情, 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展现于铺陈。 它不会被时间侵蚀,而是翻译成了一种更好的语言。 上天派来的译者会告诉处于这种年龄段的男女, 爱情现在叫责任,叫陪伴,叫照顾,叫孕见,叫沉默,叫怀念。 那么女人到了六十,一旦动情,会有什么具体表现呢? 不妨一起来聆听一下,感受一把黄昏时沐浴在爱的夕阳之下的人, 究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憧憬与珍惜着这样一种情感的。 灵妖容易害羞? 陆女士说,我今年六十二岁了,我二十三岁结婚,五十六岁丧偶。 之后四年多时间,一直一个人独自生活,直到我六十岁那年,遇到了现在的老伴。 说真的,在我第一任丈夫过世之后,我没有了想法再找,毕竟跟他在一起过了几十年,有一种类似亲人的感情。 突然之间,这个一直陪伴在身边的人离我而去,那种整个人内心都被掏空了的感觉,很不习惯,也很难受。 另外,熬过那段悲伤期之后,我又渐渐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感觉待在婚姻当中这么久的时间,已经彻底看穿了感情,婚姻,伴侣是怎么回事。 新鲜,激情,爱意只能保持短短几年,越往后,越需要靠责任,忍耐与迁就来确保婚姻的平常。 风风雨雨,酸甜苦辣,经历过一次也就够了,晚年老天还我以清静,我不如就本本愤愤过点消停日子算了。 但缘分这种事很难讲,当我后来因故认识了现在的老伴之后,才发现,原来我到了这个岁数还是会动心。 当你确定遇到了爱情的时候,就会推翻之前的所有假设。 那么,我怎么能确定自己爱上了对方呢? 很简单,内心平静无波,不管面对什么都习惯保持淡定的我,一看到他,心就砰砰直跳,容易害羞。 就跟当初年轻的时候,跟我先夫谈恋爱之初一样。 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什么叫陷入爱河,这一点无需过多解释。 02.主动照顾 范先生说,我今年65岁,是上面这位陆女士现在的老伴。 我们虽然已经确定有生之年会认真陪伴彼此安度晚年,但是因为讨厌繁闻入节及很多现实具体因素的影响与干扰。 所以,商量之后决定不扯正,就以搭伙过日子的方式一起快快乐乐生活。 我跟他一样也是早几年丧偶,之后也没有刻意想要再找的想法。 觉得岁数大了,再讲那些男女情势似乎有点多此一举。 不过,当原分摆在你的面前之时,恐怕换谁也不会无情将他拒之门外。 本来我以为他只是跟我一样寂寞,需要陪伴,像身边有个说话的对象才想跟我走到一起的,内心还有一些顾虑与担忧。 总是下不定决心,也害怕身边多一个人之后会成为我的负担。 但是后来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让我瞬间打消了这样一种顾虑。 一年多将近两年之前,我增生过一场病。 当时住了一段时间的院,出院之后,还足足在家疗养了差不多一个月,身体才逐渐康复。 那时候我们只是关系比较亲近,但并没有把话挑明,说是要以男女朋友的身份交往。 本来她完全可以不管我的,但是那段时间却总是有空便来主动照顾我,陪我说话解闷,给我煮可口的饭菜。 因为有她在,我内心很安慰,我的子女也因此轻松多了。 经过这件事,我确定她是真的很爱我。 想跟我在一起,并不是出于现实考虑的一种权宜之策。 03时刻想找你。 范先生接着说,还有,从那时候开始,她养成了一种把我当成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看待的这样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时刻想着,自己遇到了什么新奇,有趣,好笑的事情,立马就想跟我分享。 如果买了或做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也是随即就会分享给我。 她那种真的就把我当成了自己老伴的那种做法,深深感动到了我。 人心是肉做的,被人爱你就会爱人,被信任与依赖你就会信任与依赖对方。 接收到了别人无私的给予,你就会想要回馈。 感受到了她最大的诚意与真心之后,我彻底打消了之前的疑虑与顾虑,终于敞开心门,愿意跟她尝试一下这种年龄段追求幸福的可能性。 这就是我之所以接受这段关系的来龙去脉。 至于她是怎么想的,我很确定不存在更多的贪图与觊觎,毕竟我自己也是久在社会当中打转的男人,对于人性这方面的了解还是蛮透彻的。 现在我们在一起生活也有一年多时间了,感觉非常如意。 我也曾经问过她,我究竟有什么好,值得你这样真心相待。 她是这样回答的,我也不知道,但我只要想到你,就会忍不住开心。 只要想到能跟你一起生活,就会觉得空气仿佛都是甜的,余生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如果这还不是爱,那爱情又会是什么? 成年人的世界,现实而残酷。 岁数越大,越不太可能再敞开心门去信任一个人,去依赖一段感情。 但现实又是需要温柔,真心来让人树立起继续往前走的信心的。 除了接受现实,保持清醒之外,每个人的心中也都有一缕属于自己的阳光。 只有如此,未来才有希望,才有盼头。 人类的情感及对于幸福的渴望与追求,就是上天赐予所有人内心的一缕阳光。 因为有这样一种天然的诉求,孤单跋涉于人生之旅的男女,才会有恋爱的冲动, 才会有想跟一个人牵手共度余生的想法, 也才能于俗世当中收获一点温暖,安全与想要的幸福与温馨。 年轻人是如此,年纪大的男女亦是如此。 对于人生经验相当丰富的他们而言, 其实更能精准辨别爱情的真伪,更懂得选择适合自己的缘分。 因为时间不一定能证明许多东西,但一定会让你看透许多东西。 因此,在这种阶段能令他们打消疑虑,勇敢去追寻的感情。 一定是确定无误,知道自己不会因此而陷入不知名的烦恼与忧伤当中的那种。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